怎么加入别人的圈子 小时候只需要一个笑脸即可 长大一点就需要一些共同的爱好 等成年了就需要人际关系 熟人引荐 这些都是我们普通人身边的小圈子 那么韩国顶级财阀的私人圈如何进入 大家好欢迎收看无聊电影 我是老吴 今天继续给大家聊韩国高分犯罪片 局内人家常版 电影时长三个小时 剧情错综复杂 看着极其过瘾 故事开始就是高潮 韩国总统大选在即 黑社会安上九不惜自己入狱 在媒体前揭发竞选人张碧宇贪污受贿 他手上的秘密文件 可以证明张碧宇的所有非法行径 利用职权在银行非法贷款3000亿 并参加了未来其他公司会长的有色招待 安上九在无数镜头前拆下自己六手 并声称 这也是拜张碧宇所赐 此消息一出 立马引起宣言大伯 全民关注 张碧宇赶紧出面澄清 报道虚假 自己是清白的 这里谁真谁假事情又是如何发展到如此地步的 一切缘由就要从两年前说起 镜头一转 韩国一名议员正在从大厅内走出来 后面跟着几排人 门前整齐了高档轿车 议员上车 后面骑刷刷的鞠躬 不知道的 真以为这是黑社会啊 在车上 议员看到今天的报纸很不高兴 上面的文章 保养竞争对手张碧宇 却在贬低自己 文章的作者是李江熙 议员要求约他吃饭 李江熙是韩国祖国日报的大主编 写文章极其认真 每个字句都要气体斟酌 报社的领导都对他尊敬有加 议员见到李江熙 一改刚才的冷漠 满脸的和爱可勤 他想拉拢李江熙 毕竟报纸可以控制舆论方向 并且议员还想通过李江熙 攀附上著名猜拔未来汽车 李江熙一直保持着微笑 没有正面回应 总统大选牵扯利益甚多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秘书官 也准备做些动作 他不喜欢张碧宇 想要派人调查张碧宇的犯罪证据 简单官部长已经挑好了人选 他推荐新人武章勋 这家伙是警察出身 没后台没阵营 但是能力突出 也就是因为不擅长混圈 武章勋经常被人排挤为局外人 晚上武章勋过来和部长秘书官一起吃饭 部长告诉他 这次转账的机会让给别人了 毕竟人家有后台有背景 武章勋一听瞬间就不爽了 论实力没人比得够过 就因为没阵营 没后台 就一辈子敌人一等吗 部长怂恿他 只要抓住张碧宇就行了 这事如果办成了 啥背景 啥后台 就都不需要了 晚上武章勋就约见了 蔚来汽车的财务组长 这仍握有蔚来汽车的秘密文件 顺便清楚的记者 张碧宇通过施压 让银行给蔚来汽车贷款3000亿 然后从中谋取300亿个人利益 眼看着贪污案有点线索 结果半路被人截胡了 这半路掳走财务组长的人 就是安上九的手下 是不是有点乱 这电影才开始20分钟 只有这么多人出场 不过人物虽多 阵营却很明显 首先是张碧宇阵营的 张碧宇是议员 要参加总统竞选 背后的支持者 是蔚来汽车的吴会长 李江熙 还有安上九 反对阵营的有 一开始的金议员 还有新华台的秘书官 吴章勋属于吴阵营 刚才说了 安上九是张碧宇阵营的 漂亮话张碧宇去做 肮脏的事让安上九去干 李江熙在从舆论上暗中助理 这黑白通知的结构 堪称完美无瑕 安上九恨不出身 但是啥行业都做 偶尔也接触影视行业 把自己的女人 安排进去当女主角 他正跟导演商谈女主角的事 来了一通电话 安上九接过电话说道 把刑具准备好 我马上过来 一转眼安上九来了一个隐秘处 这里绑着的就是刚才的财务组长 安上九拿着锤子过去一顿蒙锤 结果他是在砸钉子 不过财务组长瞎尿了 所有秘密文件全部交出 他拿到的秘密文件 把这份宝贵的资源 交给了李江熙 安上九和张碧宇 虽然同在一个阵营 不过都是利益关系 安上九和大哥李江熙商量 要以死为要挟 博取更多的资源 甚至寄身证件 晚上安上九高高兴醒回家 并带回来五六个妹子 他把秘密文件又交给了眼睛男 眼睛男却在背后一板砖 把安上九拍翻在地 这眼睛男是谁 他和安上九是什么过节 这时候定才出现真正的大人物 未来其乐到吴会长 张碧宇是议员 也是傀儡 吴会长才在背后 坐收鱼翁之力的大佬 李江熙虽然是大主编 但是他还没资格进入吴会长的圈子 所以他就以安上九和秘密文件为礼物 作为进入顶级圈子的个人贡献 接着张碧宇出现 三人一起玩起了3v6的团队游戏 片面的镜头30岁以下人群不易观看 我帮你们省点容量 眼睛男是吴会长的金牌打手 他把安上九带到一间密室 然后硬生生割断了安上九的右手 他们把安上九丢在了金城兵院 每天喂药 吃了这种药后就是每天睡觉 后来安上九假装吃药 最后再吐出来 一年半后他从金城兵院里逃了出来 并暂时藏身于手下经营的酒吧厕所内 这里有警察的监控 每天监控着安上九的生活 安上九断了一只手臂 这个仇不能不报 他分别派了两名卧底打入张碧宇的内部 一个是自己的女人小猪 让他潜入吴会长的私人会所 投入视频 第二个是自己的贴身手下朴中八 让他从张碧宇方面下手 打入内部获取对方的罪证 张碧宇竞选总统需要钱 朴中八就加入张碧宇的后援会 给他资金支持 这是吴章勋在干嘛呢 上次财务组长的线索端了之后 吴章勋就没闲着 他和同事破案一般把所有人物贴在画板上 逐一分析 通过偷拍和调查 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了安上九身上 晚上同时继续跟踪调查 朴中八和张碧宇走得很近 看来他已经打入了张碧宇的内部 几个人在私人会所内谈笑风声 中途李江西过来 一眼看出朴中八这人不对劲 在车上李江西提醒张碧宇 这时候还贪大钱 不要自寻死路 张碧宇一点都不在乎 反正我倒了 所有人都不好过 张碧宇抱怨 吴会长已经很久没有资金支持了 李江西提议 要不让银行行长回来 给吴会长提个醒 第二天 韩介银行行长 实名官便从国外回来自首了 真的可以啊 银行行长在他们这里 都是随便摆放的棋子 吴章勋负责审讯 对实名官软硬监视 不合作就判个几十年 合作的话就可以减刑一半 实名官有点动摇了 这时候他收到一条短信 那是他和一个女人的视频 是眼睛男发给他的 吴会长的意思很明确 该除的人就得除掉 李江西这边在连夜赶稿子 好像他提前已经预料到一切 韩介银行行长首尔地检所自查 检察院过度调查 造成悲剧 然后实名官就真的自查了 吴章勋被上级调查 这下责任全在他身上 部长让他去度个假 不过回来后 可能就要调到偏远地区了 吴章勋很窝火 努马部长是不是也是张碧宇的狗腿子 部长抬手就是一巴掌 他其实也是受仗机压制 受谁的压制 青瓦台秘书官 他这会儿正坐在吴会长的面前 北宫屈膝 原来这秘书官一开始说要调查张碧宇 也是想要拿到进入顶级圈子的砝码 跪圈真会玩 又有新的小伙伴加入 他们又开启了四倍八的团队活动 以下内容 40岁以下成年人不易观看 刘亮我再次把你们省了 这次的陪侍 安上角的女人也在其中 她带了一个监听器项链进去 不过晚上陪侍的时候 李江熙不小心把相片搞毁了 李江熙接通电话 电话那头查到了朴中巴的背景 他是安上角的手下 接着电影开始回忆安上角的来历 他原本是个地方小喽啰 经人介绍来到首尔认识李江熙 李江熙帮他安排资源 安上角在这里帮李江熙解决问题 安上角一直把李江熙当大哥看 对他的话言听计从 所以当安上角得知李江熙 看穿自己计划的时候 主动打电话给李大哥 把他约了出来 简单的谈话 安上角还是很相信李江熙的 他说自己要钱 要报复张碧宇 让李大哥不要管 李江熙听到这话 表面上一脸的刺香 背地里却在后悔 为啥没早点坐着这小子 武章勋那边还是一直没闲着 一直在调查中 可怎么也找不到安上角的影子 他们在酒店门口蹲点 终于看到了神出鬼没的安上角 武章勋来到酒吧 想要找安上角谈话 可对方一听到检察官三个字 对着武章勋直接一拳下去 然后转身逃走 现在安上角被检察官发现了 自己的女人潜伏计划也失败了 只剩下朴仲妈这一条路了 朴仲妈在喜剧间 找到了张碧宇的柜子 偷偷换回她的手表 那手表是她之前送给张碧宇的 里面有透露的会所视频 朴仲妈正准备离开 忽然碰到了张碧宇本人 此时李江熙又打电话过来 告知朴仲妈的真实身份 朴仲妈直接被抓了起来 还是那间屋子 还是那个椅子 已经难也不问话 拿着锯子在耳朵上比比 在脚下比比 朴仲妈怂了 真不知什么人 都可以忍受那种痛苦的 接着一群人 叫朴仲妈来抓安上九 安上九在楼顶吃泡面 刚好发现了几个不明车辆 他躲起来暗中观察 却一不小心手机掉落 暴露了行踪 眼镜男大叫一声 抓住他 然后变成紧张刺激的打斗戏 安上九是混混出身 虽然残了一只手 但是特别能挨揍 一个人和四五个人纠缠 有人动了刀子 却直直地插在了假手上 最后安上九拼命反抗 眼看就要逃走 眼镜男再次一板砖 把他拍翻在地 不过这还没完 武章勋过来 从后面偷窃了眼镜男 安上九逃走了 张碧玉很生气 他让李江西去善后 言语中对李江西多少有点讥讽 好好给我擦屁股 等我选上总统 就给你当总理 然后继续给我擦屁股善后 安上九醒来 躺在一间情侣套房里 是武章勋救了他 武章勋想那份秘密文件 可安上九并不理会 可武章勋拿着监控 里面的摄像的角度不对 根本没法当作证据 武章勋让安上九去牵上躲躲 可后者已经无处可去了 没办法 武章勋只好把安上九 安置到自己的老家 偏远的小镇上 武章勋的老父亲 经营一家破书店 武章勋吃了狗饭就走了 安上九暂时在此住下 武章勋找到自己的教授老师 教授现在是野党要员 武章勋想要教授 安排一场新闻发布会 让安上九勤此揭发 安上九的所有计划都一打破 他让小猪出去躲一躲 小猪临走前亲吻了安上九 对于这个男人 他多少有些不舍 回来后安上九和武章勋先谈 武章勋谈到了自己的过去 曾经当警察 业绩再好 不是警察大学出身 也得不到升迁 当着检察官 没背景没后台 一样郁郁不得知 我们不是应该生活在 人人平等的国家吗 安上九看着眼前正义的武章勋 相信了他 他拽下自己胸孔的坠势 那竟然是个U盘 这个就是从财务组长那里想来的元件 客户张勋却忽然说 想要抓住张碧宇 得让安上九去自首 因为他想在记者面前说话 就只有这条路 安上九感觉自己被耍了 脸上争吵起来 安上九这才知道 所有的一切都是李江西设计的 未来汽车 韩戒银行 秘密文件 都是李江西上升的垫脚石 此时李江西正在和吴会长商量 让其换掉张碧宇 换一个听话的一员来当总统 不过吴会长已经投了很多钱 在张碧宇身上 他觉得张碧宇更听话一些 安上九打电话过来 质问李江西 我叫你大哥 你为何这样带我 他这种混混的江湖义气 在李江西这里屁都不是 安上九忽然觉悟了 唯乎正义 死而后义 哈哈 然后才有电影开始那一段 安上九在全民面前 揭露张碧宇 李江西等人的肮脏行径 之后安上九潇洒入狱 毕竟他也做了很多犯法的事情 一时间风云变动 张碧宇第一时间出来变白 未来其他的眼睛男急忙逃出国外 吴会长也一不小心重命住院 只有李江西还坐在桌前 准备他的下一篇新闻稿 他这种坐牌不乱的心态 真是没人比得了 终于武章勋坐在了李江西对面 对其进行审问 可这只老狐狸失口否认一切 并当场玩起了蚊子游戏 审讯迟到第二天早晨 已经到了祖国日报的发报时间 这报纸一出 局势瞬间发生了扭转 报纸上说 安上九曾经受故杀人 并且信暴力导致女明星死亡 并且连小猪都被人伪造成自杀的模样 武章勋看完报纸满腔的怒火 安上九告诉武章勋 他没做过这些事 这些罪名都是凭工捏造的 但现在事实是什么不重要 民众已经不相信安上九的话了 李江西无罪释放 在镜头前侃侃而谈 吴会长的贿赂证据也被一概抹出 在电视之前大口吃肉 张碧宇看着报纸也笑出了声 想和顶级脏群的人斗 他们还是嫩了点 武章勋找到教授想寻求解决的办法 可教授却一心只想自保 简直讽刺到了极点 最后事实进一步被扭曲 武章勋被告知收受贿赂 原因是他的父亲在老家收到了一大笔钱 他跪下来求部长帮忙他 可后者也无能为力 一些计划都已落空 可是事情却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安上九就开始一系列神操作 安上九被正式转移到监狱 然而半路上却被人半路拦截 犯人们全部处理 帮助安上九逃狱 安上九出来后 第一个找到朴仲八 把他打得半死 朴仲八也是为了活命 是李江熙威胁他杀掉了小猪 想起这个人 安上九就一肚子的怒火 晚上李江熙开完会回到办公室 安上九已经在暗中等了他好久 现在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 俩人没说几句就直接动手 以死相拼 不遗余力 安上九毕竟混混住人 挨了一套技能后 照样可以反杀 李江熙没了退路 开始把所有的事情栽赃给张碧宇 安上九听到这里 决定留他一命 他踩着李江熙的手 一斧子砍了下去 然后他就满脸是血的 去警察局自首了 这是什么神操作 安上九早准备 他把李江熙的话录了进去 然后转手把录音证据 交给了武章勋 可武章勋转脸就把录音 交还给了李江熙 他竟然也想要入局 他要以此为贡献 想要加入会长的顶级赃权 下一秒 武章勋就成了正版韩国检察官 晚上 李江熙就带领武章勋 来到吴会长这里 初次见面 武章勋还带了两瓶好酒 藏区的人员又壮大了 一切处理妥当 张碧宇票硕取得压倒性胜利 马上就要当选总统 可这时 监女的安上九又有了新动作 他接到一通电话 高兴坏了 来吧 弄死这帮狗仔子 武章勋正在接电话 旁边的同事收到一条视频信息 所有人都收到了视频信息 那是武章勋在场的多人游戏场面 韩国民众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被曝光了 不过这确实在武章勋的计划之内 或者说是在安上九的计划范围之内 他知道邪普尔底江西做出来的录音 不能当作证据 但是可以当作金融圈子的敲门砖 武章勋带了那两瓶酒 其实是一个针孔射箱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武章勋会不惜毁掉自己的前程 来曝光他们 武章勋站在新闻发布会上 重新展示张碧宇等人的犯罪证据 如果混合安上九的话 大家不信 那韩国检察官的话 他们总该相信了 信息公开 吴会长被调查 李江西被捕 张碧宇被全国通缉 捷进男则被安上九的手下 关到车里一把火烧了 武章勋离开检察厅 安上九则在监狱里笑出了声 大快人心啊 六个月后 武章勋开启了律师事务所 武章勋进来 回头看到沙发上的安上九 哟 老流氓啊 安上九咧嘴笑开了花 他们一同商业未来的打算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吗 怎么可能 韩国片不给留个悬疑彩蛋 就不是韩国片了 李江西在监狱里假手拿烟 左手打电话 浑溜溜的展示自己的文采 说到那些肮脏的狗党 一脸的鬼笑 自此电影结束 哇 真的不想再做韩国犯罪片了 剧情多的爆炸 各种人物关系 总结起来十分费劲 生怕你们看不懂了 就这 我还是只跳到故事主线讲的 中间省去了很多有意思的场景 比如说电影的开头 当记者问了安上九 为什么要曝光他们的时候 安上九说 不是为了正义 也不是为了报仇 而是为了自己的右手 我喜欢我的右手 所以安上九自始至终 都不算是正面角色 第二个有意思的场景 是在祖国日报内部 局长看张碧宇方生锦 准备加大报道力度 李江西则提醒他 爆炸的最大战重商 是未来汽车 未来汽车又是张碧宇的后台 所以局长直接改变了 爆炸的跟进方向 李江西在电影里有句台词 反正大众是猪狗 猪狗的话有什么好在意的 这一段时间 就会自己停下来了 他说的是电影中 民众对未来汽车 违法行为的强烈指责 这句话让人听到之后很不舒服 但他却是看透了 大众的娱乐心态 不管他是吵得多么沸沸扬扬 只要有一个新鲜的话题 那大众的注意力 就会瞬间吸引到新的话题上去 生活中显眼吴章勋这种角色 不管是利益驱使 还是正义导向 吴章勋才是愿意神话真相的那个人 这类人太少了 电影中安上九算是个对比对象 混混已经够坏了 不过和李江熙那些人相比 他还只是个弟弟 安上九的眼中还有情义 而那些韩国正合眼里只有利益 连教授做事都以利益优先 真是把上上下下都黑了个边 吴会长那个圈子内 大家都是利益相连 玩的时候大家高高兴兴 背地里一个比一个心神手达 李江熙搞秘密文件 是针对吴会长 张碧宇派人坚持安上九 是针对李江熙 吴会长举办多人游戏 是为了抓住大家的把柄 如果东窗事发像视频官那样的 一个视频就可以震慑住 然而看起来他们的圈子漏洞百出 但对吴长勋这种局外人来说 他们的圈子是铜箱铁壁 想要打破这个圈子 曝光他们的行径 只能先加入他们的脏圈 从内部瓦解他们的结构 电影的结局是顶级脏圈被曝光 而实际上真相离大众的距离 可能还很远 看完情绪有点低沉 韩国犯罪片经常让人压抑到绝望 不过绝望之后 会从自身蒙爬出一次希望 希望我们不像电影决策那么糟 起码我们下次面临 善与恶的抉择的时候 能多一种思考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想要加入无聊的电影小圈 三连支持就好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